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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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说明了大唐没有自己开发手机芯片的想法 否则不可能发生一方面要消化吸收高通技术 另一方面又解散研发团队 这种自相矛盟的事情 事实上 大唐选择与高通合资 只是为了经济利益 在2016、2017连续两年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的情况下 通过合资可以盘活僵尸资产 对大唐而言是非常划算的买卖 因此 灵胜科技很可能着眼于给高通做代理商 把高通的芯片贴一个牌子变成自主研发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然后在国内低价倾销和展讯打价格战 为何必须借助灵胜科技打价格战 而不是高通亲自上阵呢 原因就在于高通的低端的骁龙200系列出货量很低 在市场上难得一见 如果把高通400系列的价格拉到展讯一个档位的话 降价是必会影响到高通的营收 进而影响到高通的股价 这对高通的管理层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毕竟高通是一家美国上市公司 要为大股东负责 另外 通过合资把中国公司也拉进来 不仅有利于高通在国内运作 还可以利用国内资本给高通补充弹药 这就和最新政策允许国外车企独资检查 但多家外企希望保持合资一个道理 为何大唐与高通合资 让人想起汪精卫头日 对于与境外公司合资 或开展技术合作 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历程看 很多几数引进 几数合作 或与国外巨头合资 都对中国科技进步起到促进作用 比如建国初期的156工程 70年代的43方案 90年代的双引工程等 然而 在合作合资的时候 必须分清楚 哪些是可以合作合资的 哪些是不可以合作合资的 如果通过合资或合作 可以接触到世界顶尖的技术 进入一直被西方科技公司垄断的领域 从国外巨头手中抢下一部分市场 这种合资或合作就是可行的 如果合资或合作是引进国内已经掌握的技术 而且将会冲击国内企业已经占据的市场 这种合资或合作就不应该做 大唐和高通的合资就是这种类型 由于零圣科技主攻的是价格在100美金左右的中 B端手机芯片细分市场 而这块细分市场是紫光展锐的基本盘 B端手机芯片的所有技术紫光展锐都已经完全掌握了 可以说 大唐与高通合资 是引进国内已经掌握了的低端手机芯片技术 而且将冲击高通在中低端手机芯片市场的竞争对手 这种做法就有相互倾压的嫌疑了 结果只会是亲者痛 愁者快 也就难怪业内人士将大唐与高通合资评价为汪精内投日 紫光展锐很可能成为技中心之后的第二个牺牲品之前已经介绍了 大唐与高通合资早在一年前 然而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商务部一直没有批准两家公司合资 这其中有什么傲逆我们不得而知 很可能是商务部也看出了其中的利弊 在权衡分析后一直拖着 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一行访华 与中国开战经贸磋商后 高通与大唐合资随即就被商务部批准了 这很难不让人联想 这是美方施压的结果 一旦林盛科技开始商业化运作 把高通的低端芯片穿个马甲 在国内倾销 将直接对紫光展锐造成冲击 必须指出的是 由于高通仅占合资公司24%的股份 等于是在价格战中 高通只损失一美元 国内资本就要损失三美元 更糟糕的是 大唐电信 建广资本的国字号背景 可以比较容易的拿到政府和国有银行的钱 结果就造成了中国的国有资本 帮助高通扼杀紫光展锐的尴尬局面 一旦这种预测变为现实 这绝对是充满黑色幽默的一幕 而紫光展锐 极有可能成为继中心之后的第二个牺牲品 虽然紫光展锐的手机芯片 很难在国内中高端手机上看到 但并不意味着紫光展锐是一家无足轻重的芯片公司 恰恰相反 紫光展锐是国内销售额 仅次于华为海思的芯片设计公司 在全球Factlos芯片设计公司中 展讯也挤入了前十 在2017年 紫光展锐总出货量超过6亿套 在手机机带 WiFi PA等方面 展锐占据全球27%的市场份额 被三星 华为等厂商采用 市场便及欧亚拉菲 此外 在射频前端和物联网芯片上 紫光展锐的市场占有率均为国内第一 紫光展锐从零开始成长 如今仅次于高通和联发科 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2G时代做出国内首个GSMGP机带芯片 在3G时代做出全球首个TDS机带芯片 全力支持中国TDS标准发展壮大 在4G时代 展讯不仅稳入了低端市场 还积极向中高端市场冲击 开发出SC9850 SC9853i SC9860 SC9861i 等一系列5枚价廉的产品 大量销网亚非拉国家的手机 用的就是展锐芯片 如果紫光展锐被高通采用在大陆扶持代理人的方式 打垮或打残 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而言 是一项重大的损失 应学习美国先进经验 对外资投资 进行审查 在过去几年 中资在海外收购或投资科技公司 仿佛唐僧西天取经 要经历9981难 即便和国外科技公司在商业上谈妥了 也不能豁免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 把事情搅黄 甚至还不乏美国总统赤博上阵的情况 中资企业收购德国爱斯墙 收购美国莱迪斯 先后被奥巴马和特朗普动用总统特权否决 要知道在过去25年里 这种事情仅发生了4次 相比之下 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却如入无人之境 而且往往给予非常优惠的政策 比如三星在华设厂 地方政府给予三星无比优越的优惠政策 一、三星需要的130万平方米厂房 由中方建设 并免费提供1500亩土地 二、每年下三星补贴水、电、绿化、物流费用5亿元 三、地方财政对投资额进行30%的补贴 四、对所得税征收 进行前10年全免 后10年罢额征收 五、将为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 这种给予高额补贴的做法和高通 大唐合资类似 无异于发展本土产业和提升本土技术 只能为国外巨头继续保持垄断地位 添砖加瓦 针对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 中国应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 组建外资投资委员会进行审查 像美国政府那样 以强硬的姿态保护国家利益和本土企业 不能一味地迁就外企 不能一味委屈求权 毛泽东统治曾经说过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连击达国家利益和平方 虚伴侦 感谢观看